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《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》即将被搬上大一幕 这部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为背景的影片名叫《小龙·雷多·托根》 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将参与编剧制片 印度导演谢嘉·凯波尔将指导这部电影并参与剧本的写作 好莱坞著名选举导演Mary Winnell 目前正在全世界群岛适合的演员来扮演《少年李小龙》 李湘宁日前在一份说明里说 我一直认为我父亲早年在香港的生活 对他的一生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他这段经历很宝贵 也是更好的去了解他本人的一个接口 《小龙》将由中美联合出品 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-163-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二十到四十分钟 补慎壮阳延时助博 增强夫妻信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